烏克蘭勞金斯克州州長蓋達伊 星期二說 俄羅斯目前控制了烏克蘭東部工業城市 北頓列茨克大約八成的地段 並摧毀了出城的所有三座橋樑 蓋達伊 承認 俄羅斯摧毀了橋樑後 從北頓列茨克大規模轉而平民到現在根本不可能 因為俄軍是不停無情砲擊和攻彈這座城市 他說由於俄羅斯人使用焦土方式和重砲的轟擊 烏軍已經被迫退至城市郊外 但是蓋達伊對美聯社說 俄軍還沒有封鎖進入城市的渠道 使烏克蘭有機會轉移雙員 並與烏軍和當地居民通信 這座城市戰前有10萬人口 目前仍然有大約1.2萬人留在城內 包括在雅畜特化工廠棲身的500名平民 俄軍正在跑擊這座工廠